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带来了很强的代入感和角色扮演乐趣 另外相比镇耳拔金历史策略类游戏 泰格历史传的氛围要轻松多了 在融合了多种游戏模式乐趣之外 还能顺带了解到很多日本战国历史与人物 游戏推出后的反响很不错 于是系列陆续出了多款续作 系统丰富性上不断增强 姿态大幅提高了可扮演角色世界的数量 以及人物玩法自由性并加入卡片收集 04年发售的五代进一步完善内容 堪称极力代之大层 随后在04和09年分别增加新内容后 移植到PS2 PSP平台 相比PC原版 后续除了增加约60名角色 和新的流亡之商梦幻之商剧本 事件技能外 系统上也做了部分平衡性优化 如调整了一些技能效果 和放宽事件的触发条件 本作也成为系列对国内玩家影响最广的一代 虽然随着市场和玩家口味的变迁 系列断档到现在 但五代因为内容自由度和耐玩性强 不少玩家甚至一玩就有几年 琢磨长遍游戏中的各种玩法 并乐此不疲 时隔20多年后 在原主机版基础上画质高精化 增加了100名可游玩人物 总数960人 以及10张秘技 11张核战 1张称号卡 卡片总数达到1322张 新生以猴狸之争 为主题的浪华之商剧本 超过20个新世界 5个新结局 和一些系统层面的优化要素 泰格力之传5DX版 在本月19号 正式登陆PC和Switch平台 PC端有个可玩性 很强的事件编辑功能 不过目前Steam上 针对本作一次 基于主机版设计的操作逻辑 仅怨言不少 我自己玩Switch版 概括一下这几天的游戏感受就是 哎 天怎么就亮了 看着很无聊 不就是到处倒卖 做做生意打打仗 单挑加上到处请人喝茶送礼吗 这有什么好玩 一款对位的养殖模拟 或策略游戏 还就是有这种模型 组织上类似的有两款 给我带来过差不多体验 分别是三国之13PK版和双点医院 都是拿着赖塔 想睡前最多玩一个钟头 结果一把指尖刀贴快亮 自己还完全没感觉那种 相比他们泰格离子乱舞更轻巧 原作的内容设计就很吸引人干 这次DX版几乎完美配上搜据辩解性 就像之前讲牧场物语和符文攻防50提过了 对我个人来讲 这些游戏在搜据上 其实画面表现并不是重点 关键是操作要顺畅 包括游玩时的各种指定菜单操作 加载读取 场景画面切换等 要尽可能迅速快捷 本作的顺畅感很到位 除了自动保存池会稍微停顿下 还有部分场景中指针有点太灵活 得用方向线微调 随去掌机模式下支持触屏 就和三国之13PK版一样 不过泰格5DX的UI和操作逻辑 比前者更方便摇杆按键 一旦熟练后 配合游戏中的按键提示音 会给玩家带来一种很舒服的操作节奏 这点真的很重要 先讲游戏本身 新老玩家对这版关注的点会不同 五代的玩法其实并不算复杂 而且游戏中安排了大量的引导 包括游戏模式可选择剧本和角色 都会选择游玩过程逐渐解锁 玩家上手能从1560年开始日轮之章 在幕下腾起郎福伴藏 有声钟颜九鬼嘉龙和纳乌注佐卫蒙 选择一人 展开他们分别代表了武士 忍者 剑豪 水军 商人 这五种职业的道路 注意哦 看上去才五种职业在哪够玩啊 其实在游戏中自由度很高 而且除了这些职业外 还能再扩展出浪人 茶人 钥匙 演练将等 游戏目标随你喜欢 从自己统一天下 到帮别人统一天下 或不断磨练剑术 通过开创流派 广收弟子名昂天下 或当个富商 过一把垄断全国商业圈的影 或用致病 打铁 茶艺等一记之长 在乱世中留下自己的传奇等等等等 各种玩法都有得自己的流程体验 爱开脑洞的朋友 是不是已经跃跃欲试了 先别急啊 新玩家我个人比较建议 先走一遍沐下腾脊狼的流程 作为整个系列的源头 出身贫寒的沐下腾脊狼 凭借个人奋斗和机遇 忠诚天下人这段经历很经典 还可以慢慢熟悉玩法 并在游玩过程中 逐渐解锁剧本和可选人物 被现场换作猴子的沐下腾脊狼 刚当上竹心头 除了人看上去精明又活络 很有钱田丽家这位好友 这时候不但出身和地位低 同僚之间没几人瞧得起 只能做到像买卖粮食之类的 基础任务攒功劳 但这就是梦起飞的地方 末期少年穷啊 游戏很巧妙具有一定现实意味 无论是想超额完成目标 快速提升地位 或是为自己打拼 年轻时就得抓紧时间 不断充电学习提高技能 同时还要尽可能各处多跑跑 开阔眼界 积累资金广交朋友 这些早晚会给你带来赠回报 玩家可以在地图上自由移动 东方向具有高等级技术的他人 和在各种设施中 花费时间与资金学习提升技能 共有16项 学习过程用各种难度 会选区渐进的小游戏进行 中后期刷到凡 可以在设置中分别关闭小游戏 人物的统帅 武力 政务 智谋 和魅力五维属性 会影响对应小游戏的难度 以及个人战 核战的发挥 和内存外交相关的主命成果 有意思的是这套 从四代开始加入了卡片收集玩法 到本作已发展成可用人物 称号 名胜 秘技 核战 和其他六大类1322章 各种游戏通过40证明 极卡是个好东西 极卡一时爽 一直极卡一直爽 除了带来一个干的点 关键在泰格中收集卡片 本身就和流程结合在一起 比如想解锁人物得搞好关系 或满足条件 让对方交卡 无论走哪条职业路线 随着正常推进 玩家也会陆续获得一堆称号和技能卡 但凡有点强迫症 肯定受不了 想把剩下的或那几个比较难搞 都集齐了 这不就掉颗粒了吗 除了角色扮演和养成 游戏中还有个人战和核战战斗环节 个人战主要围绕几种武器类型的特点 人物走位和通过技能点等预判对手行动 有着一定的策略性 各种玩法路线学武的重要性会不同 在通过入门流派 冥想或忍制力掌握厉害的技能后 就可以到处挑战强敌 或在6月参加天揽玉前比武大会 部分人物卡得在打赢后才给 哦对了 顺带一提 本作的随矩版可以拼音输入 字件人物开创流派或做手工时 可以随你开脑洞了 核战分攻城和野战两种情况 前则偶然称之为杂门大战 根据城的大小和城防情况 进攻方去顶着枪林弹雨和城头浇下热水 一扇扇攻破城门直到最后的本玩 两军部队在地图上相遇 或攻城时首方增援来到 就会进入野战 正面交手两边一拉开队伍 可以放开手脚运用各种技能 兵种和地形 对方一较高下 看着简单粗暴 其实花样不少 首先核战的每支部队 都有兵术和士气两项 只要其中一个被打崩 部队就会溃败或撤退 而军团长更是直接关系到整个军团 攻城拉锯中 不但会围绕城门和两方部队能力 技能展开 玩家还可以在军艺中请求支援 或根据战况条 考虑是否要通过协商方式解决 比如我差点打到兔的13本院4 由于本院4其他几座城都已被攻下 就这座特别硬 对面一看耗不动就直接投了 虽然泰克5的战斗 只是玩法组成部分之一 别想要跟正儿八经的战绩比了 这画面放到现在一眼就能劝退人 但依然有的不错的乐趣 而且关键攻城战 作为游戏中节奏最慢的环节 如果玩家的实力足够 可以选简易战斗 在地图界面看战报就好 要是不放心 可以部分委托或全部委托 然后在战斗中按着板机键快放 偶尔调配下就行 人物自身能力成长是一方面 资源累积同样重要 游戏中赚钱的罚子很多 随你倒等茶价或炒米 只要钱包鼓起来 买东西交运舞 办事捐钱送礼 做什么都能宽裕很多 到处跑时广交朋友 当管理层小就得广挖人才 把前妻自己亲力亲为做过的事情 逐步移交并培养可靠的部下 这一环节就融入了部分策略类要素 从宏观层面经营发展 以前只要顾好自己 现在得带队伍了 前妻的能力成长和资源积累 这时都会派上大用场 随着流程的发展只要满足触发条件 我们将和幕下腾起狼一起的 经历统侠间之战 墨语一夜城 三顾卓中范冰卫 旗旗殿后等等 一路跟着支田信堂扩张势力 结果在支田家 正势头大好四面不服气的大名 要么被打服气 要么被打断气势 本能四肢便发生 此时以改名羽才秀级的腾起狼 迅速反应过来 并用外交战争等一连串操作 兼致解决内部的权力纷争 并最终在数年间结束了战龙时代 而这只是游戏中一种流程玩法 实际上新玩家差不多过了中前期 玩法和一些技巧已经初步上手 并解除了部分剧本 可用角色以及自建人物 当然最好还是完整 通一遍幕下腾起狼的剧情 之后只要自己高兴 随你用其他历史或自建人物 用想要的职业方式在游戏中代入 不同历史人物和事例相关联的事件 剧情有差异 不同职业道路经历的流程体验 也有很大的差别 是征战四方运筹帷幄 以财力或匠人之际在历史留名 开宗立派成为一代宗师 或在暗中影响时代的进程 称霸海上或医者人心即时救人 丰富的自由性 加上流畅操作感和手机组掌机 随便切换的便利庆 只要你耗这一口 战玩性绝对没问题 本作还带了个喵武将的现实DLC 不管有没有买本体 都可以在6月2号前先领了 随后在原神的设置中 可随时切换超过500名人物的 喵武将头像和例会 最后啰嗦了两句题外话 我是从MD版初代 开始接触这个系列 起因是忘了九几年 在电子游戏与电脑游戏 还是哪本杂志上 碰巧看到了初代的攻略 游戏玩法坦白讲 光看文字介绍 其实我也只是好奇而已 关键是这篇攻略 详细介绍了本作 涉及的日本战国人物和事件 不夸张的讲 一篇游戏攻略 和一个当时完全看不懂 全靠硬啃日文游戏 成了我对日本战国史的启蒙 日本的中二精神 不但体现在动漫游戏 还深入民间 至少对童年的我来讲 第六天魔王 风铃火山 甲飞之虎 君神月后之龙 等一大堆称号 听得就很屌 另外还有一大堆 什么三人众四天 王十勇士之类的 让人实在忍不住想一探究竟 泰格力之传和那篇攻略 让我神神记住了 统峡间之战 墨语夜城和本能思之变等事件 游戏中对这些人物和历史 会或多或少进行加工 真是欣赏笑不得真 但就像三国演义 远比三国志 更容易在民间普及 精彩的故事和人物埋下种子 会吸引着感兴趣的人们 慢慢深入进去 讲个笑话 系列之后作品 玩法越来越丰富不说 因为汉话慢慢普及了 有个地方 从当时对我影响到现在 因为游戏中到处请人喝茶 对各种茶剧的名字和描述 想不及住都难 于是现实中收集茶剧 成了我一个生活爱好 人生如戏 谁说游戏中不能体验人生 甚至带来深远的影响 我无比希望国内厂商 也能做出这类 兼具可玩性和文化输出的作品 把中国古代的精彩篇章 人物和生活文化 输出给国外的玩家 呃 就是容易叫好不叫做啊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最后谢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个赞或者收藏 我们下期见 拜拜